这天电视台收到一盒奇怪的录影带 画面中有一个面具人 他的代号为N 电视台的编导立刻暂停了所有的节目 临时插播了这段录像 刹时间每家每户 包括大厦上的显示屏里 全都出现了面具人的身影 面具人是个十分高调的连环杀人犯 往电视台寄取挑衅录像带 早已是常规操作 但这一次录像带的主角还有另一个人 正是检察官小琪 小琪曾在新闻中对面具人放下豪言 一定会亲手抓住他 于是面具人便以这盒录像带作出回应 他接受小琪的挑战 同时警告他 别以为身为检察官就是绝对的正义 小琪的心中也有黑暗的一面 时间回到八周之前 民居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一对老夫妇被人杀死 警方很快就抓住了第一嫌疑人 正是两个死者的养子小刘 小刘被捕后始终一言不发 紧张地抠着手指 小琪很快赶到现场进行勘察 收集了一些现场物证后 小琪走进小刘的房间 屏幕上的游戏还在运行之中 小琪脸上闪过一丝疑惑 随后回到小刘面前 学问他是否杀死养父母 可小刘依然一言不发 只好被押送回警局 回到检察院 小琪并没有开始研究案情 而是拿出游戏机 玩解了小刘还未通关的游戏 小琪还调查过这款游戏 才刚刚发售 是她的女同学带来小刘家中 两人从六点半玩至七点半 随后女同学离开 接着家中就发生了 养父母被杀事件 小琪想知道 从游戏一开始 玩到画面定格的这一关 需要多长时间 女同学告诉她 最短也要花费一个半小时 于是连续几天 小琪都在办公室玩着游戏 但不巧 检察院最近在举行扫黑活动 其他检察官们纷纷行动 只有小琪不闻不问 只顾戴上耳机打游戏 以来不少同僚的不满 经过两周 一百二十一次的游戏测验 小琪终于收集到详细的数据 推定小刘玩到停留的那一关 大概是晚上九点 期间她一直在房间内 戴着耳机开大音量 没有听到门外的动静 凶手也没有发现她 当她游戏结束时 养父母早已死去 就这样 小琪当庭宣判小刘无罪 小琪是一个心怀正义的检察官 愿意耗费大量时间去佐证 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也不会放过任何坏人 转眼她就把同僚举报了 因为小琪无意中发现 她正在和黑道进行 土地买卖的非法勾当 同僚求情未果 只能被警察带走 她对小琪恨得牙痒痒 留下一句忠告 小琪如此不知变通 迟早会死在自己的手里 第二天 有路人在公园发现一个礼盒 礼盒里有一截女人的手掌 小琪将断掌送去尸检 法医发现断掌的大拇指已经骨折 小琪询问法医 在她的记忆中是否有过类似的案件 法医闽思苦想 想起了两三年前的江雨平案件 她也是大拇指脱臼的受害者 根据法医所说 小琪吩咐警察去寻找 可能造成这种伤痕的工具 在警察搜集到的众多工具中 一个拇指炮引起了小琪的注意 她在小警察拇指上尝试 留下的伤痕与断掌上的痕迹一致 晚上小琪翻看着江雨平案件的卷宗 这个案子的凶手是田某 田某称她陆遇江雨平 两人一拍集合拍摄裸照 并发生性行为 之后江雨平反悔 以报警向威胁 向田某所要报仇 田某一时冲动杀害对方 小琪发现了几处疑点 首先田某是自首 但尸体经过谨慎的清理 看起来多此一举 其次死者生前的室友阿珍 引起了小琪的注意 之前小琪扫黑扫到了自己人 对于检察院来说 本就是丑事一桩 偏偏那天 记者阿珍在远处拍下了这一幕 还抢在天亮之前 把整个消息放了出去 接踵而来的是媒体的电话轰炸 小琪不堪其扰 便开始调查是谁把消息放出 通过一段警方的现场录像 小琪发现了角落里的阿珍 小琪找了阿珍提起江雨平的案子 因为之前警察的办案态度 阿珍对检警的印象并不好 一通炮轰执法者丑恶的嘴脸 随便查查就结案 根本不顾受害者的名声 文言小琪说明来意 她心知江雨平的案子并不简单 想向阿珍了解更多案件的细节 阿珍的情绪平静下来 回忆起过往 她和江雨平一同背井离乡 独自奋斗的两人互相陪伴彼此 共同努力 是如家人般的存在 江雨平失踪后 阿珍四处奔走调查 总结了本事其他女生失踪的案件 阿珍拿出江雨平的遗物 小琪翻看着 发现一张夜店 3月14日白色情人节的宣传单 阿珍想起来 江雨平常常会去这家夜店 小琪记起 江雨平是在1995年3月14日失踪 由此判断 她的失踪很有可能与夜店有关 小琪转头去见田某 念起了她当年的口供 田某凡不胜凡 直接复述起剩下的口供 与当年的内容一字不差 这点反而可疑 就像是世间背下了所有内容 接着小琪拿出拇指靠 提出让田某靠住自己 田某听话照做 但她打开拇指靠的手法明显不太流畅 反而是小琪 三下五除二就解开了拇指靠 小琪又拿出了江雨平死后的照片 还有最近段长按的照片 她向田某解释着 两位受害者都被拇指靠束缚过 都有拇指脱旧的共同点 通过刚才一番试探 小琪看出田某口供漏洞蛮多 之前田某在指认尸体位置时 也认错好几次 还有她杀人到之后挖洞埋尸的时间线 田某也说得不清不楚 小琪怀疑她有同伙 希望她可以对自己坦白从宽 送走田某 小琪拿到了田某的心理辅导资料 她翻看资料 发现辅导田某的心理师是自己认识的允慧 小琪带着石材登门拜访 拿出了江雨平和段长按的图片资料 允慧看出两位受害者的拇指上都有一样的痕迹 小琪道出自己的来意 她今天试探过田某 对方明显不太会使用拇指靠 看来当年的江雨平案件内有玄机 很有可能田某还有共犯 这个共犯才是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次日小琪来向田某曾经的邻居打探消息 说话间田某家的房门突然离奇打开 小琪联盟和同事来到田某家 一番调查后发现 客厅的桌上赫然放着一个与公园段长案 一模一样的红色盒子 盒子里面装着一张身份证和钱包 身份证上的女子名叫小君 也是最近阿珍都市女生失踪案专题的受害者 小君的外公每晚独自在外发传单 遇到不懂事的人还会随手将传单扔在地上 善良的阿珍混在雨天给外公送去雨伞 帮他继续发传单 外公感谢阿珍的帮助 送给他平安符 保佑他一切平安顺遂 外公不知道的是 小君已经被人绑架 半人开着红色面包车 曾将小君拉到家楼下 小君起身向外看去 看到不远处楼上的外公 他使劲用头撞车 试图引起外公的注意 来到街上的外公听到动静 向红色面包车走来 可车窗是单层玻璃 外公无法看到车内 就在外公逐渐靠近面包车时 凶手启动了车子 载着绝望的小君离开 如今得到了重要线索 外公被叫到警局确认证据 外公否认了 段长属于自己的外孙女 但钱包和身份证 的确是小君的物品 为了找到更多线索 小君跟随外公来到家中 查看小君留下的物品 小君笔记本内夹夹着一张 乐谱的照片 而笔记本上 每周三都会用音乐符号标记 照片是一张小君在夜店 和朋友的合照 小琪猜测 小君每周三都会去这家夜店 当晚小琪等人 一起去夜店调查 没想到小琪竟在夜店偶遇 同样来调查的阿珍 两人寒暄间 小琪看到远方 鬼鬼祟祟张望的小眼镜 小眼镜是阿珍的同事 看起来像是跟踪阿珍而来 令人意外的是 与小琪一同前来的老警察 永哥 发现自己的女儿 童妹竟在夜店里跳舞 她连忙想要拉走女儿 童妹却急匆匆逃走 一场闹剧结束了夜店之旅 小琪最终 还是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下班回家后 小琪依旧思考着小君的失踪案 看着小君和朋友们 在夜店的合照 以及方才小眼镜拿着摄像机 鬼鬼祟祟的模样 她突然觉得小眼镜有些可疑 与此同时 外公接到陌生来店 对方让外公去往一个地点 按自己说的做 这样才能见到外孙女 外公急忙来到指定地点 再次接到凶手来店 这次凶手特地为她准备了一份礼物 她打开信封后 发现了外孙女的马尾便 顿时惊恐无比 接着听筒中传来小君的惨叫声 凶手一番危险 让外公趴在地上半狗叫 直到十二点 绝不能中途放弃 为了救小君 外公听话照做 打开了身旁警察拆扶的手 就这样直到十二点 警察把外公送回家 发现大门被打开 外公连忙跑进屋里 寻找小君的踪迹 发现屋内桌子上 放着一个红色礼物盒 和一把钥匙 盒子内装着一个染血的内衣 和一卷录像带 录像带里正是小君 被凶手迫害的过程 听着她凄厉的叫声 小琪愤怒地捏紧了拳头 她的心情亦是如此 更不用说外公的悲伤与难过 只见外公呆呆地坐着 手掌早已被磨得满是鲜血 警察都哼透了这个凶手 让一个老人当众学狗叫 还故意让人围观 这种心理扭曲的变态 放任在社会上多一秒 都让人不寒而栗 这个案子很快引起各方的注意 许多记者都想要采访外公 但无一例外都被赶走 阿珍的上级雅慈 也看好这个社会热点 只派阿珍去邀请外公上节目 阿珍原本还有些难以启齿 谁知外公居然主动提出 想要登上雅慈的节目 因为收拾率高 说不定连凶手也在看 外公想通过节目 对凶手喊话 让他把小君还给自己 很快外公来到节目上 他对着镜头发表了一通肺腑之言 希望凶手能够回头试案 之后便来到观众热线时间 然而接通的电话里全都是对于小君个人私生活的武端揣测 直言最近警察总是临检夜店 说明小君也时常出现在那里 恐怕是他自己行为不端惹上的麻烦 刚有人说起了小君爸妈离婚 声称他在残缺的家庭中长大 本身也未必是好人 尖酸刻薄的话像利剑般刺痛外公的心 连阿珍都不忍再听下去 可雅慈深谙流量密码 还请外公亲口回应这些质疑 外公只好忍受悲痛 再次一遍遍解释 他的小君是一个好孩子 雅慈的做法让阿珍很生气 节目结束后 阿珍追上雅慈 指责他冷漠无情 利用外公的悲伤制造话题 但雅慈理直气壮 有话题度才有影响力 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 阿珍很失望当场丢下公牌 决定辞职 与此同时 小琪和勇哥召开了一场案情汇报 将目前掌握到的线索梳理了一遍 小琪认为 江雨萍和小君有许多相同之处 他们全住在鱼龙混杂的出租屋 都是下班后遇害 更重要的是 他们有一个产生交集的地方 那便是一家夜店 小琪觉得 凶手很可能是通过这家夜店 盯上了这两个女孩 并实施有预谋的犯罪 很快警方来到夜店临检 勇哥的心情有些忐忑 因为他的女儿童妹 也是夜店的常客 但索性 今晚他没有来 也没有遇到其他危险 但童妹的朋友 却没有那么幸运 他在去找童妹的路上 被开着红色面包车的凶手抓走 挣扎中 朋友将手机掉落在地 隔天 警方找到小君的尸体 他被吊在一处 天主教的墓园里 死状凄惨 死前遭受过侮辱 新闻纷纷报道 来找外公的不良记者 络绎不绝 小琪前来慰问 外公询问他 为何凶手会把外孙女的遗体 放在十字架上 小琪如实相告 小君其实一直信仰着天主教 与外公的信仰相悖 他一直不敢说出此事 但凶手恰恰知道这一点 外公叹了口气 只要心存善良 他不在乎孙女的信仰 另一边法医检验了小君的尸体 小君死后曾被冰冻过 脸上被凶手用口红画出痕迹 小琪对比发现 当年江雨萍的脸上 也有一模一样的痕迹 他连忙下令 让手下调查口红的来源 与此同时 同妹朋友赤身裸铁 被锁在浴缸中 凶手提出 朋友每说出一个秘密 就能得到一件衣服 朋友对着摄像头 说出了秘密 其中有关于和同妹的内容 同妹的秘密被曝光 对这一切毫不知情的同妹 还在夜店到处打听 朋友的下落 为了抓住凶手 小琪再次翻看江雨萍案件的细节 他看着对方曾画的人物插画 莫名发现人物的姿势 有点似曾相识 小琪连忙找出江雨萍死前的照片 发现凶手刻意把它摆成了 与插画人物一模一样的造型 恰好允慧来找小琪 交给他一份关于凶手的心理分析 凶手放置断掌 引导警察调查 显示出过度自恋的人格 小琪想到凶手故意把小君挂在十字架上 以及把江雨萍摆出插画的姿势 嘲讽受害者 他怀疑对方把杀人当作创作 每一个作品一定有某种想要传达的意图 那段掌又在传达什么呢 小琪再次请法医调查段掌 这次法医发现 段掌其中三根手指中间有明显的汗针 像是经常戴手套留下的痕迹 而经常三只戴手套的职业只有银行点钞的贵员 警方连忙顺着这条线索调查 这才查出段掌的主人 女子名叫小姨 已经几周无故缺勤 小琪取得了小姨的见党指纹 通过与段掌比对 确定了她的身份 小姨平时不合群 厌恶着银行的工作 她不喜欢长期戴纸套 下班后会去做专职的手摸 小琪从小姨高中同学纳得知 她曾带着高中同学去夜店玩耍 而这家夜店正是小君经常去的那家 同学曾听一同去的朋友提到 当晚小姨曾被人搭讪 小琪问对方要到朋友的电话 想要调查当晚搭讪小姨的人到底是谁 话音刚落 小琪接到紧急电话 永哥的车上被放置了同款红色礼盒 里面竟是同妹被绑架的拍李德照片 就在同一时刻 电视台突然接到凶手的来电 电话碰巧被小眼镜接起 小琪让他说出凶手的要求 小眼镜直言 凶手要永哥上电视 亲口承认自己是个没用的人 如果态度够诚恳 说不定他就会放了同脉 这个要求与上次让外公在闹市学狗怕 并无二致 永哥立刻怒发冲冠 指着小眼镜大声辱骂 斥责是他在耍花招 说不定凶手就是小眼镜 旁人只好安抚暴躁的永哥 将他先带出大楼冷静 然而就在大楼下方 红色面包车缓慢经过永哥身后 停在那不远处 凶手在车内 用手指点着方向盘 直到永哥注意到面包车 凶手在启动车子离开现场 永哥虽然生气 但冷静之后 关心女儿的心情又占据了理智 他一度想要按照凶手的要求 登上节目道歉 对此小琪和警察局长都劝他不要急 有外公的势力在前 凶手是个极度变态的人 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永哥出丑 并不会放了同妹 况且永哥还是个警察 民众看到警察都向凶手屈服 那警局只会沦为笑柄 凶手见永哥迟迟没有上电视 于是将红色卡车曝光 在卡车上还有同妹的随身饰品 永哥猛地想起 那天自己曾在电视台楼下见过这辆车 原来当时自己距离女儿如此之近 这件事让永哥不再犹豫 当晚就做客另一个主持人和平的节目 但对着摄像机 永哥说出了对同妹的想念和愧疚 他后悔没有对女儿更好一些 没能成为一个关心他的好爸爸 正在永哥诉中常时 小琪赶到了直播间 他焦急地告诉台长 一定要取消直播 若是永哥真的按凶手的要求去做 说不定才是害死受害者的捣鼠 但台长并不以为然继续拦着小琪 小琪只好趁机不备 闯进了直播间大喊节目中止 谁知台长灵机一动 索性把镜头对准了小琪 看他要表演什么 这时小琪盯着镜头 警告凶手自己一定会抓住他 可刚说完 小琪就被永哥暴打了一拳 觉得他如此挑衅凶手 是在加速同妹的死亡 这场直播闹剧 让警局和检察院的形象大大受损 为此永哥选择辞职 而小琪也受到警告 若是再犯错就被开除 另一边 何平找到事业的阿珍 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团队 继续为江与平的案子平反 阿珍想了想 决定回到电视台 这次阿珍归来 被委派制作都会失踪女子专题 亚次恭喜他 终于能报道朋友之事 同时提醒他 何平有很大的企图心 而永哥离职后 关于案子的进展 全都是从小警察口中听说 警察联系上 那晚和小姨同去夜店的朋友 那晚小姨在夜店里 被一个长发男人搭讪 对方脸上有一块疤 在电台工作 文言永哥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这番描述显然指向了小眼镜 当晚他就找小眼镜算账 却被允惠阻止 原来小眼镜是允惠的弟弟 小眼镜回忆前 那晚和小姨的搭讪 小姨只是询问小眼镜 是否和一直望向这边的DJ阿文认识 小眼镜表示两人是高中同学 与此同时 永哥把目标锁定在小眼镜身上 还让小警察帮忙调查他的档案 小齐得知后 把小警察手里的资料拦截下来 并提醒他 不要随意泄露调查进度 这时允惠来到警局 昨晚救下弟弟后 他就听说了小眼镜被怀疑的事 允惠是个心理师 他知道凶手是个控制狂 但小眼镜根本不是这样的人 小齐沉默了一会儿 说出一个残忍的事实 在允惠出现之前 他已经看过小眼镜的档案 他15岁时伤害过一个同班女生 还用口红在他脸上划过 巧得是 连环杀人案里的死者脸上 也有口红涂抹的痕迹 允惠的脸上有些挂不住 但还是嘴硬 声称要给小眼镜找律师 不能让他蒙受不白之冤 另一边 被囚禁的同妹和朋友伺机逃跑 却被凶手逮住 镜头对准了凶手的脸 他正是那家夜店里的DJ阿文 当天晚上 雅慈的节目上接通一个来电 电话那头用了变声器 但很快就承认了 他就是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警察让雅慈继续拖延时间 以便让他们查出电话信号定位 两人的对话中 凶手说出要给永哥一份礼物 让他前往曾经望进女儿的公园里找人 听到此话 永哥回忆起 曾把年幼的女儿遗落在公园的画面 看来凶手对每个受害者都了如指掌 永哥立刻动身前往公园 与此同时 小七也查到了手机信号 一点就在公园附近 他快速抵达 开始追捕疑似凶手的神秘人 永哥来到了公园里 发现一具跪着的女尸 永哥急忙上前查看尸体 掀开摆布的一瞬间 尸体的头掉落下来 永哥连忙上前确认 受害者不是同妹 而是同妹的朋友 不止如此 疑似凶手的神秘人 只是路人一眉 一无所知的他 被派来送一张 小七向凶手宣战的报道 小七分析着 凶手在现场留下同妹的手机 杀害的却是朋友 很明显是在有计划的玩弄检警 经过一连串凶杀案 小眼镜的心中也产生了怀疑 他在电台工作时 曾听到凶手打来的电话 对方说话的口气 让小眼镜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有点像阿文的语气 小眼镜询问对方是否是凶手 阿文给出否定的回答 小眼镜嘴上说着相信阿文 但私家里还是泛起了嘀咕 还打电话去某个机构咨询 他怀疑自己的好友杀了人 倾诉完一通后 小眼镜挂断了电话 对小眼镜来说 阿文是他的朋友 高中时每当他被同学欺负 都是阿文出手相助 有次阿文一时上头 差点杀害了女同学 幸好小眼镜在旁阻止了他 阿文哭着问小眼镜 相不相信世上有鬼 他又看到姐姐来找自己了 眼见受害的女性越来越多 同妹下落不明 笑其内心一阵感伤 好在阿珍制作的 失踪女子专题节目播出了 他一次让大众知道 那些被杀的女性受害者 并不像大众所说 是因为贪玩 生活不检点才惨遭杀害 他们没有做错任何 犯错的是惨无人道的杀人犯 阿珍为受害者发声的行为 让小琪感到些许欣慰 次日警察们汇报调查进展 受害者脸上的红色痕迹 都是来自某品牌的口红 小琪突然提出林文考问 为什么每次凶手都打电话 给TNB电视台 也就是阿珍工作的地方 此言一出 小警察立马提出自己的质疑 他果断觉得小眼镜很可疑 他连续接到凶手两次电话 而且小眼镜高中时 就被卷入伤害女同学的案件 女同学的脸上也被留下了痕迹 文言 小琪来到女同学居住的疗养院 不巧的是 女同学近期离开了人世 小警察查到 小眼镜隔三差五来到疗养院 女同学一直很平静 可最近突然变得浮躁 做了极端选择 小琪查看了女同学的物品 意外发现床板上写满了 沈家文去死的字样 这个沈家文正是阿文 小琪立马来到阿文家中调查 询问时 小琪注意到阿文妈妈使用的口红 与受害者脸上被涂的口红一致 问完话 小琪想要离开 阿文妈妈挽留她 再陪自己聊聊天 说完转身去厨房切水果 小琪趁机拿起口红查看 接着来到楼上调查 在房间内发现了凶手同款红色礼物盒 这时旁边房间传来声响 小琪来到房间 发现周围摆满了恐怖的洋娃娃 电视上播放着录像带 正是阿文被母亲强迫 穿裙子 抹口红的画面 此时阿文妈听到声响 前来查看 小琪连忙躲到一旁 偷偷观察对方的行为 这毛骨悚然的一幕 吓呆了小琪 与此同时 阿文在同妹面前 疯狂地砸着东西 姐姐的鬼魂又开始纠缠着她 原来阿文母亲曾有个早要的女儿 叫嘉文 因为女儿死亡 阿文妈患上产后忧郁 精神开始不正常 把对女儿的愧疚和爱 转移到儿子身上 把阿文打扮成女孩模样 甚至连名字都改成 与女儿一样的同音子 小琪调查到这一层关系后 联盟对阿文进行抓捕 同时警察来到阿文的老家 搜出了很多录像带和女孩的衣物 不久后 阿文被带到警局 她依然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 对几位受害者随意平头论足 小琪被气得牙痒痒 她拿出红色礼物盒 送给阿文 让琪打开看看 阿文看到里面的连衣裙 瞬间呆入木机 年少的阴影让她恐惧无比 小琪生情并茂地诉说着 阿文年少时被当成姐姐的替身 长大后把怒气发泄到受害的女性身上 为他们穿上同款连衣裙并涂上口红 边说边配合地拿出连衣裙和口红 这一番话彻底击溃了阿文的心理防线 他正要开口吐露实情 恰好律师前来制止了他的话语 这下功亏一篑 没有切实证据 阿文被放走 小警察向永哥吐露此事 永哥得知后 决定自己去找阿文算账 临行前他打电话给小琪 说出他要营救女儿的想法 如果自己出意外 请求小琪照顾好女儿 说完 永哥一路尾随阿文 阿文发现对方的跟踪 故意把永哥引到废弃的大楼内 趁永哥不备 一棍子把气打倒 永哥起身后 两人扭打在一起 就这样你来我往 最终阿文不敌 被永哥掐住脖子 不一会儿 阿文没了声息 永哥刚放松戒备 假装窒息的阿文突然睁开双眼 一把把永哥推下楼 将永哥推下楼后 阿文立刻开车逃离了废楼 带着满腔怒火 来到囚禁同妹的地方 开始对他施加折磨 幸好几个夜游的学生发现了永哥 立刻报警将他送入医院 小琪也走进楼内调查 在永哥坠落的附近 他找到一把黑枪 结合之前永哥打来的电话 显然他是购买了这把枪 决定和阿文同归于尽 但非法买卖枪支属于违法 小琪经过一番纠结 在其他人赶来之前 把枪捡了起来 经过抢救 永哥保住了性命 但调查却面临困境 原来议长来到检察院 对小琪施压 阿文上班的夜店 是议长名下的产业 警方为了调查 三番两次的进行领检 让议长十分不满 政客自私的态度 让小琪十分愤怒 媒体上播报着 永哥坠落的新闻 让小眼镜十分不安 他越发怀疑阿文就是连环杀手 这天他躲在角落 给阿文打去电话 请他对自己说实话 究竟有没有杀人 若是有 小眼镜也好想办法帮他 可阿文知道 小眼镜根本没有能力帮助自己 他自己都要在 姐姐允晦的庇护下生活 另一边 虽然议长的插手 让调查陷入停滞 但也给小琪提供了新的思路 为何一个夜店DJ被指控 会引来一个议长的力挺 毕竟两者的社会地位 和圈层交集相差太多 说不定阿文和议长之间的关系 是新的突破口 得知小琪的想法 阿珍主动提出帮忙 要调查名流隐私 记者们总是有办法 果真 阿珍果然查到 议长和阿文的关系 原来议长夫人很早就过世了 她死后 议长就有一个新的女伴 这个女伴正是阿文的妈妈 两人出双入对的第二年 阿文出生 阿珍怀疑 阿文就是议长的私生子 小琪开始调查 阿文的通话记录 发现两年前 她曾和一个叫做明美的女孩 来电频繁 很快 小警察联系到了明美的妈妈 妈妈声称 明美已经去了加拿大两年 除了一些信件外 母女两人已经很久没有联系 而阿文继续躲在家中 小眼镜登门 她看得出阿文陷入不妙的情况 也是发自真心地想要帮助她 因为过去每当小眼镜被欺负时 总是阿文为她挺身而出 听到这句话 阿文有些动容 回答自己还没有想好要怎么办 若是需要帮助 或叫上小眼镜 很快这样的机会到来 小琪拿着明美从国外寄来的信件 证实全都是伪造 出入境记录 也没有她出国的消息 事实上 两年前明美就已经死亡 当时她与阿文交往 因为把玩了房间里的连衣裙 触动阿文的阴影 在盛怒之下将明美杀死了 果然小琪来到阿文妈妈家 尝试在这里寻找明美的痕迹 果然在后院挖出了尸骸 有了这个证据 警局正是下达了阿文的通缉令 见到事发 阿文立刻找到小眼镜帮忙 只见阿文匆匆带了一些行李 就要开车离去 但小眼镜察觉到 后备箱里有不寻常的声音 她坚持要打开查看 阿文拼命阻拦 匆忙中捡起一块大石头 将小眼镜砸晕 强行将她带走 途中小眼镜醒来 继续劝说阿文及时回头 可阿文已经情绪崩溃 满脑子想的都是妈妈的扭曲和姐姐的阴影 她悲气地大喊自己才是沈家文 说完将车冲出了围栏 重重摔在山坡上 这场车祸让两人当场死亡 但后备箱里的同妹还有生命迹象 小琪立刻感到一阵安慰 将同妹送去医院急救 检察院高层发话 打算以阿文和小眼镜死亡结案 面对记者的提问 小琪说出与上司不同的回答 她目前没有结案的打算 案件还有许多需要理清的地方 小琪自作主张在媒体前表态 引起上级的不满 小琪据理力争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检方根本没办法判断 到底有几个人设案 他们需要的并不是随意结案 而是事件的全部真相 面对上级的命令 小琪努力争取来十天的调查时间 而高层在记者面前的表态 直接把小眼镜推向风口浪尖 受害者家属们找到小眼镜的灵堂 宣泄着对杀人凶手愤怒的情绪 还好阿珍和和平及时赶到 赶走了家属们 小琪心事重重地坐在办公室 她没有放弃调查 决定从小眼镜的物品开始查解 确定她是否是共犯 从如今的情况来看 凶手是个善于利用媒体的人 对方轻而易卷 就把小眼镜塑造成了共犯 因为小琪当着记者的面 表明对案件的态度 被杂志社扒出过往 爆出小琪家被灭门 只有她幸免于难 那天她刚一回家 就看到一家人倒在雪坡中 这是小琪一辈子伤痕 她记得被灭门当天 她和父亲吵架 一气之下跑了出去 她在外面碰到阿红 小琪的父亲欠了她的钱 生气的小琪 故意让阿红去自己家里拿钱 以此让父亲难堪 文言阿红果真跑去小琪家 双方发生冲突 才发生了这几惨案 事发之后 是舅舅把小琪养大 两人相依为命 次日 允惠来到电视台 收拾了弟弟的物品 离开时 门口围满了记者 和平突然出现 带着允惠离开 她十分关心允惠 甚至提出一个计划 她决定邀请允惠上节目 希望大众也能听听允惠的心声 和平请求雅慈发挥自己的人脉 邀请检察总长做个节目 得到雅慈的允许后 和平连连道谢 但她离开时的笑容 有些耐人寻味 过来查清真相 小琪翻看着小眼镜的记者日记 里面充分记录着小眼镜的动态 结合案发时间 小眼镜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小琪继续翻看 其中一段记录着 一天她和和平去索多马俱乐部拍专题 没想到偶遇阿文 阿文说她和朋友是俱乐部的常客 还是能看到特殊真人秀的贵宾 但真人秀太过残忍 女人们被拇指靠靠着受到欺负 看到这里 小琪似乎对索多马有点熟悉 她从阿文的物品中 翻到了写明索多马的录像带 小琪正思考着 电视上传来允惠参加节目的声音 面对雅慈的发问 允惠一时哑口无言 她只能向身为同事的电视台各位发问 大家与弟弟小眼镜朝夕相处 不可能不了解她是什么样的人 此话一出 全场哑绝无声 见无人帮自己说话 允惠顿时落下泪来 雅慈刚安慰了两句 没想到和平却一转口风 开始指责雅慈 被和平被刺 雅慈一脸无语 和平表现欲爆棚 振振有词地表现 如果共犯不是小眼镜 那肯定另有其人 既然案件有很多解释不清楚的地方 那就存在共犯另有欺人的可能性 和平在观众面前装好人 虚伪的模样让雅慈隐隐作呕 结束录制 雅慈听着关于案件的报道 警察在阿文家搜出很多色情录像带 来自于地下商家索多玛俱乐部 听到索多玛 雅慈感到有些许熟悉 她连忙调出两年前和平报道的色情行业录像带 当时和平作为记者揭露索多玛俱乐部 表面上是租借录像带的商店 背地里却采取会员阵 让会员欣赏女生们现场表演 雅慈忽然在录像带看到阿文在俱乐部的画面 她感觉事情并不简单 开始暗中调查此事 与此同时 小郡外公找到小琪 她之前看到凶手打电话给电视台 听完凶手的语气感觉怪怪的 与当初给自己打电话时 让她学口教的人不同 那人年龄比较大 口气非常沉稳 完全不像打电话给电视台的凶手的声音 外公的一番话让小琪陷入沉思 莫非这几起凶杀案背后 隐藏着一个更加凶狠神秘的共犯 如果要深入调查 也许帮别人顶俊的田某 可能知道更多真相 是很好的突破口 小琪得知田某父亲病危 田某多次申请出于探望被拒 她找到田某一番劝说 让田某说出真相 她明显是帮人顶罪 如果想要早日出去探望病危的父亲 唯一的方法就是配合调查 让案件再审 田某有些被说动 在小琪劝说田某的同时 雅慈却提出了辞职 经历了这么多事 她也厌烦了电视台为了热度而不择手段 当初要不是永哥上了电视台的节目 刺激到了凶手 朋友妹的朋友也不会被凶手砍掉头颅而死 她内心充满了愧疚 另一边小琪舅舅接到和平下了订单 和平上车后露出阴冷的表情 不久后舅舅回到家 说出了刚才接待和平的事情 对方问了很多关于小琪的事 下车谁还让舅舅告诉小琪 一定要看自己写的杂志最后一页 杂志名叫连续杀人事件 小琪看到封面上和平的名字 一瞬间脑中灵光乍现 和平在节目中侃侃而谈的模样 与小琪外公口中的神秘帮凶渐渐重合 表现欲强烈的自恋狂沉稳的声音 游走在受害者身边 默默欣赏着他们的痛苦 一切的一切都指向和平 是那位神秘的帮凶 小琪怀疑和平之后 开始调查了她的家庭背景 发现她的父母全都死于意外 一个出殿儿子 一个葬身火海 除此之外 小琪还调查了和平的其他举动 例如主动邀请允慧做客节目 以及录下凶手打到电视台的电话 永哥想上电视时 曾遭到雅兹的拒绝 也是和平力邀她来自己的节目 从以上的行为来看 和平是个极度需求曝光度的人 这和允慧之前 对凶手做过的策写十分吻合 小琪找了田某 用帮她减性的条件 问出了一些内幕 原来田某是帮人顶罪 阿文还有一个真正的帮凶 转天 雅兹约见了一个提供线索的线人 谁知线索交易只是幌子 见面后 对方立刻将雅兹打晕 但她也只是个拿钱办事的混混 绑架雅兹的真正黑手 正是和平 和平和雅兹的恩怨 要追溯到五年前 彼时和平还是雅兹团队里的人 得到雅兹交代的任务后 就开始跑新闻揭露真相 为了拍到珍贵内幕各种以身犯险 当她拍到了内幕被曝光的那一刻 和平心中感受到无尽的满足 渐渐的和平对新闻有了自己的理解 她觉得普通的社会事件毫无乐趣 于是开始自己寻找话题 某天她来到一家古怪癖好的索多玛俱乐部 这里以欺负女性为了 和平对这群特殊爱好的人十分感兴趣 她拍摄俱乐部里的录像带回电视台 希望雅兹能让她制作专题 可雅兹看着这种录像十分排斥 她坚决否定这个提议 还将和平踢出自己的团队 但雅兹的反感反而让和平按下决定 她一定要创造出富有戏剧性的震撼新闻 为此她找到了在俱乐部里结识的阿文 恰好此时阿文失手杀了明美 和平帮她一起处理尸体后 两人正式结盟 从那以后来人一起在夜店狩猎 一开始除了阿文之外 和平还有另外两个帮手 一个是录像带电的店员 也就是雅兹找的线人 另一个是田某 但田某尚有良心 江宇平死后 她就蒙生了报警的念头 谁知和平用田某爸爸的性命威胁 让她自首是自己杀死江宇平 时间回到现在 雅兹醒来时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 和平将雅兹折磨了一番 直言等她死后 一定会邀请雅兹的儿子上节目 收视率一定会很好 面对和平的威胁 雅兹不改强悍的性格 嘲笑和平只是个蹭热度的小丑 只要新闻当事人不配合她 她就是个无人注意的小丑 和平一直自诩 是新闻的创造者 最在意的就是被瞩目的感受 听闻雅兹嘲笑她 是被忽略的人 和平立刻破防 拿起器皿 对着雅兹的头部猛砸下去 至于录像带店员 也被发现在顶楼死亡 看来杀害她的也是和平 杀死雅兹后 和平回到录像机前 用新闻播报的口吻 宣布雅兹死亡 她很开心 自己又创造了一宗震撼的新闻 那个录像机 录下了和平杀人的全过程 就在小琪得知雅兹的死讯时 各大电视台 开始收到凶手寄来的录像带 里面除了血腥的杀人画面之外 还有名为N的面具男的挑衅 雅兹死后 和平立刻吃起他的人血馒头 推出自己的新书 在书里大谈这宗连环杀人案 还激烈地抨击警方和检察院的不作为 当他在新书发布会上 慷慨沉辞时 警察赶来将他带走 审讯逝令 小琪拿出一张照片 上面是不久前死去的录像带店员 也是和平曾经的同伙 该男子死神 手里拿着一盒面具男的录像带 小琪询问和平是否认识他 和平理所当然地回答 当然认识 最近不少媒体都在报道他 此时小琪又拿出另一张照片 正是三年前和平拍摄的 俱乐部录像带的画面 内容显示 录像带店员正在俱乐部里打工 背景部分还有阿文的身影 小琪想知道和平是否三年前就认识阿文 和平摇摇头 称自己和他们只是媒体人和案件当事人的关系 听完和平的回答 小琪点点头开始收拾资料 让和平回家 她的问话已经结束 但和平似乎有些意犹未尽 追问小琪为何不让自己说说对面具人的看法 小琪摇摇头 表示自己不屑谈论这个人 她藏在可笑的面具后 操控着阿文和其他人杀人 自以为掌控一切 其实只是假面懦夫 和平的笑容渐渐消失 显然对小琪开始心生怨恨 转天 允慧来到监狱探视田某 但田某的精神状态有些异常 她哭诉着自己目睹江雨萍被杀 却什么都没有做 允慧很震惊 当提出让她把这些话告诉小琪时 田某就抓起捉伤的笔 刺进了脖子里 失去了生命 允慧被吓得不轻 但小琪告诉她 田某其实早有准备 不久前 有人往牢里寄了几张田某爸爸的照片 似乎是在警告些什么 夜晚小琪来到医院看望童妹 可还没到童妹的病房 就听说醒来的她突然情绪失控 就连医生也无法解释 为何她好好的会突然发病 殊不知在小琪到来之前 和平早已去过童妹的病房 和平接替了雅慈的位置 坐在她曾经的座位上俯瞰电视台 虽然她表面上积极制作雅慈的怀念节目 可背地里却将砸死雅慈的烟灰缸摆放在桌上 每当看到这个误解 终能想起雅慈死在自己手里的快感 看着和平春风得夜 警察和小琪都十分沮丧 恶魔在人间横行 却不能将其抓捕的痛苦始终萦绕心中 下班之后 疲惫的小琪来到允慧家中 上一次从监狱回来时 小琪给了允慧一张录影带 里面是小眼镜曾与心理咨询机构的通话记录 打这个电话甩 小眼镜已经察觉阿文在杀人 小眼镜也想过告诉允慧 但还是没有这么做 因为她觉得允慧从小就在照顾自己 已经牺牲了太多 不想再给她添麻烦 这段录音让允慧泪流满面 至少她得知了弟弟从始至终都是善良的存在 允慧主动牵住小琪的手 感谢她的这份馈赠 小琪也提出若是顺利破案 俩人就重新再见 允慧点了点头 回家的路上电视台突然发来一个紧急消息 他们又收到面具人的心路相待 这一回她就是冲着小琪而来 直言小琪也有心底的恶 也会成为杀人犯 小琪知道自己的创伤 就是年少时目睹了全家被杀的画面 家人死后她就跟着舅舅一起生活 小琪猛地反应过来 和平若是要对自己下手 一定会打舅舅的主意 和平立刻朝舅舅家赶去 确认了对方的安全 但小琪并未喘一口气 因为另一边传来噩耗 允慧从家中的高楼坠下 当场死亡 小琪忍受着巨大的悲伤 找到和平将其暴打一顿 看着失控的小琪 和平笑得越发猖狂 她详细描述着允慧的死 用言语刺激着小琪 最终小琪掏出勇哥的手枪 对着和平扣下扳机 小琪并没有射中和平 但公职人员私自购买黑枪属于重大违规行为 和平抓住了这个把柄不放 在被送去医院之后 叫来了大批媒体采访 叫嚣着让检察院给自己一个交代 检察院在各方的施压下 只好将小琪搁置 还因为伤害未遂罪 锒铛入院 阿珍来到监狱探望 小琪叮嘱她要小心和平 最好不要在她面前提起自己 阿珍点点头 还说起勇哥已经苏醒 这是个好兆头 希望同妹也尽快恢复正常 站出来指正和平 小琪苦涩地笑了笑 希望一切如愿 勇哥听小警察说起 后面发生的事 意识到小琪的那把枪一定是自己的 勇哥很愧疚 小琪不但救了同妹 还替她扛下买黑枪的锅 自己欠她的太多 因此勇哥出院后 果断回归了警察局 这时面具男又寄出了新的录像带 没有了小琪的牵制 他开始肆无忌惮 对着民众喊话 让他们写下想要杀死的人 寄到某个邮政局 自己会抽取一名幸运死者 成为录像带的下一个主角 这个喊话一出 隔天立刻收到三千多封民众来信 同时城市里也出现许多 头戴同款面具的年轻人 将他视为了偶像 连环杀人犯就这样摇身一变 成为了主宰人们黑暗面的神 果真如他所言 每个人心中都有恶的存在 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杀人犯 和平就这样享受自己创造出来的罪恶狂欢 还在自己的节目里大肆攻击检察院 加深民众与司法机构的对立 而小琪在狱中遇到了被自己举报入狱的同僚 同僚告诉他 其实自己当时只是想假意归顺 打入不法组织内部后 再逐渐瓦解 然而小琪是个不会转弯的人 让他的计划功亏一快 就像这一次 小琪对和平开枪 虽然这是正义的举动 但却伤不到和平分行 有时候想要打败对手 先要学会对他投降 这个金句点醒的小琪 很快他就有了一个计划 小琪故意被其他囚徒殴打 因为伤势过重 申请保外就医 离开监狱后 他立刻给电视台发去申请 希望能登上和平的节目 和平爽快答应 眼下不管是法律 还是道德 舆论 全都是站在自己这边 小琪根本玩不出什么花样 就这样 两人在新一期的节目里见了面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节目刚开始 小琪就对着和平 还有镜头诚挚了道歉 做出彷徨无措的模样 丝毫没有当初查案的锐气 和平有些得意 让小琪稍作休息 开始接听观众来电 这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依旧是经过处理的响音 对方声称自己就是面具男 嘲讽了小琪之后 也没有放过和平 直言和平书里的大部分内容 都在抄袭自己 和平的脸上有些挂不住 他知道这个电话是有人仿冒 因为真正的面具男 明明就是自己 和平催促着导播挂电话 但小琪却还在 与电话里的面具男拉扯 他告诉面具男 阿文死了之后 面具男的犯罪就失去了创造性 变得和普通杀人 没什么两样 如此普通和监狱里的其他杀人犯有何区别 他继续这样下去 民众迟早会厌倦 到时候便会将面具男遗忘 这些话虽然是对着电话的回应 但小琪知道自己是在说给和平听 他记得与会说过 凶手是个极度自恋的人 最受不了其他人的无视 小琪的话果然让和平的脸慢慢扭曲 他从主播位置上愤怒地站起 来到小琪面前对质 称阿文只是他剧本里的配角 面具男是他创造的 要杀谁也由他决定 和平说出自己用烟灰缸砸碎雅瓷的头 还将凶器放在了办公室内 还有他杀死允晦的过程 和平越说越激动 已经彻底发狂 他对着镜头大声吼叫着 所有的杀人案都是自己的创造 是他特别的作品 谁也无法夺走 和平刚说完 永哥就带队前来给和平戴上了手铐 这时监狱里的同僚放下电话 原来是他假装面具男打来了热线 这才逼出了和平的真面目 演完这场戏后 小琪又回到监狱 路上他又响起了允怀 再次流下了眼泪 警察从和平家中搜出大量物证 这一次证据确凿 他再也无法逃脱法律制裁 一审过后 法院外围满了抗议群众 突然人群中有一个头戴面具的人冲出来 一刀刺向了和平的腹部 和平重伤倒地 在临死前的最后一刻 双眼还在努力寻找着摄像机镜头 他不能离开聚光灯 周围的关注度是他得以生存下去的力量 时间又过去了很久 阿珍成为了主播 继续主持着都会女子群像的电视节目 小琪也醒满初遇 他没有放弃秉持正义的道路 成了一名律师 继续为每个受害者探求事实的真相 本剧结束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